李白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大诗人 历史上说他的长相特异 对月之语十分精通 并且据说他的心事曾经流落到西域 那么他的家世如何 这是后人非常感兴趣的研究话题 一直有人在问 李白究竟是胡人还是汉人 根据李白自述及其好友的述说 李白是唐玄宗的祖祖出身 在李白自己的作品中也曾说 家本隆西人先为汉边将 攻略盖天地名非清云上 据此有人推断 李白应该是太宗李世民的增殖孙 李白的叔父李扬兵在草堂集序中说 李白自太白隆西成继人 梁武昭王九世孙 世为显著 中叶非醉折居调之 异性与名神龙之史 逃归于属 据此有人推断 李白应该是太宗李世民的曾侄孙 进而再推断 李白的曾祖父有可能是李世民的哥哥或弟弟中的某一个 但是根据史料记载 唐玄宗在天保年间曾经下过诏书 准许李浩的子孙 立入宗正寺 编入集属 也就是说登记上皇族的户口 那为什么李白一家没去登记呢 李白后来进入汉陵院 有很多与皇帝接触的机会 为什么也没有提起过呢 晚年的李白处境很是艰难 求人推荐的心情也很是迫切 但是他仍然没有提起过自己的皇族身份 身为皇族后代是十分荣耀的事情 足以使他光耀门户 青年时代的李白 纵然豪放飘逸 认为这不值得一提 可是晚年困境中的他 为什么仍旧死守 这难道不是有点奇怪吗 有人推测说 这大概是因为 既然李白的祖上是李世民兄弟中的一个 便可能牵涉到玄武门事变这样一场宫廷恩怨 此外 前文当中我们还提到 神龙之使 陶归于蜀 李克为什么要陶归于蜀呢 清朝人王岐分析认为 李克的陶很可能与人侠避仇有关 他推测说 李克或许是一位行侠仗义的侠客 由于其行为触犯了当权者 所以只能是避到穷乡僻壤 隐性埋名 终其一生 如果上述推断得以成立 那么李白家世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就可以略见端倪了 李白父亲特殊的经历和处境 使李白能在诗文中对身边所有的亲戚朋友都饱含深情 却唯独对自己的家世闪烁其次 他的亲友在提及李白的家世籍惯时 也出自为尊者会为亲者会的目的 不得不使用一些托词和区别 这样分析 李白这个皇族的后裔 他不敢将自己的家世 行诸文字 更不能登记上皇族的户口 等等疑问 似乎也就有了答案 又有人根据李白的长相 及其对外语和外祖礼节的精通 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 认为李白的出身并非如他自己所言 而是西域的胡人 持这种说法的人考证说 其一 岁叶 调制等地 在隋朝末年并不在中央政权的势力范围内 怎么可能成为窜折罪人之地 这样推断李白不是汉人而是胡人 其二 从李白之父的名字看 他们认为 其名字是在前还蜀中后改的 其名为克 是因为西域人的名字与中原不一样 西域人往往被称为胡克 因此以克为名 其三 隋末 蜀中地区正是与西域胡人贸易往来的区域 李克也许以经商之父 入属后因富有建成贵族 其四 从李白的相貌看 李白 毛子迥然 多如恶虎 相貌具有胡人的特征 有精通 约之语 对少数民族的礼节也十分精通 总之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一结论 李白根本就是一个胡人 但是也有许多人对此欲以驳斥 他们指出 窜折一词 词意不应该被限制 古时凡是由汉居住区 移向外语 即是窜折 何况李白的先世 移居西域 并非阴语窜折 并且谁说这一事发生在随末呢 再有 不仅仅西域人入中原被称为客 外地汉人入属 不也可以被称为客吗 说李白精通约之语 懂得以理 这不也足以说明李白是胡 这也不足以说明李白就是胡人 在唐朝 这么一个地域博大 民族融合广泛的帝国里 一个汉族人 如果他的家世与西域关联 是完全可能精通以理育的 至于说李白貌似胡人 汉族人中 不是也有具有胡人特征的人吗 进而指出 倘若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李克不姓李 是胡人 那么也就不能肯定李白的先人是胡人 这些人的驳斥使用了一系列结问 可以说给认为李白是胡人的人 以足够的挑战 其实无论哪一种说法 都因为关于李白家世的文字记载 之隐约其词而有漏洞 李白自己的技术 也使自己的绅士扑朔迷离 这位好为诗仙的传奇大师任李白 其绅士之谜何时能够解开呢